作词 李宗盛 把爱偷偷编入程序 跟旧家LV 而静止写满了想你 每分你每一句关心 两颗心慢慢靠近 每次敲击 代码都是喜欢你 我要穿过黑夜里 为你我努力打 byby如今 随时代明 永不当即 只为遇见你 想要在一起 住进你怀里 走过每个四季 收入编辑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 有甜蜜的程序 收入编辑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 有甜蜜的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好 这件还有这件 我说你们怎么没人叫我呀 我都要迟到了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 我是今天又帅了吗 来 江总 麻烦你抬一下手 跟你量一下纸寸 江总 我跟你讲啊 你也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我要是迟到的话 你也算迟到 那我今天跟你请一天假 因为一会儿呢要去给你订做礼服 所以没时间上班 什么礼服 一成 来来来 快来看 你来看看 这一家 还有这一家 还有那一家 这三家酒店你觉得哪一家好 我跟童童呢都觉得不错 如果你觉得行的话 我们打电话去预订 什么礼服 什么酒店啊 咱们家要办宴会吗 对 办婚宴 你跟陈明要结婚了 暂时还没有 不过迟早有一天会的 妈 你跟我爸三十周年 不是明年吗 傻儿子 不是我跟你爸 是你办婚宴 我 我是幻听了吗 你没有听错 江一成 恭喜你要结婚了 喝谁啊 当然是喝陆离啊 我喝陆离 对啊 我和陆离结婚 你当着人家的爸爸妈妈 对人家女孩子抱抱搂搂 亲亲我我的 你得对人家女孩子负责任 不是我那是喝醉了 对啊 我昨天喝的是国酒 我怎么会醉的呢 最后来的 没说话 江梓腾 你是不是往里面产白酒算计我 我就加了那么一点点 我让他办的 妈 有你这么算计你自己儿子的吗 就因为你想让我结婚吗 我喜欢陆离 那你喜欢你娶她呀 小艳成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 爸你来得正好 坐坐坐 起开忙你的去 我 坐 那我就去给你 臭小子 去礼服公司看一下 说吧 你来给我评评礼啊 就因为你老婆 她喜欢陆离 我就得娶她 哪有这么晃她的事啊 就算我们两个人是男女朋友 也没有这么快 就到谈欢论嫁的地步啊 更何况我们也不是 再荒唐有你荒唐啊 家长们都在的时候 你在房间里 对人家女孩子动手动脚的 你让我跟你妈老脸 往哪搁呀 你还有理啊 我那时候 行 这事是我的错 我跟她道歉 但 但你们整这么一出 有问过人家陆离吗 即便我愿意娶 人家愿意嫁吗 我问过了 她愿意 对啊 你们说陆离她愿意 我跟陆离的爸爸妈妈 已经商量过了 挑个好日子 你们把证领了 婚宴的事 可以以后再说 我告诉你们啊 我不结婚 老婆 这件事情是不是太过于仓促了 结婚是件大事 还是要孩子她自己愿意才好啊 她要是愿意呀 我都老得连孙子都带不动了 可是你现在这么逼她 她她 我是说我们这么逼她 万一她把气撒在陆离身上 害了人家姑娘 那多不好嘛 我了解我儿子 她就是嘴硬 你看看 昨天陆离进来的时候 她的眼睛都黏在人家姑娘身上了 你什么时候见过 我们家儿子 对一个女孩子那么上心呀 她呀 是没有意识到对小黎的感情 如果我不帮她一下 她就很难走出三年前的阴影 老公啊 这件事 你得跟我统一战线 不能像儿子一样 让我生气啊 老婆 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什么时候气过你啊 你说多少年 有哪一次我让你生我气 没有吧 我们俩 得双管齐下 尽早地让她同意结婚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是将军 我是你手里的兵 保证你值呢 我就大的 你觉得这酒店怎么样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午夜的钟声 悄痛离别的心门 却打不开我深深的沉默 我知道你哟 我今天不走了 我没算错呀 今天刚好第七天呀 你是没有算错 我不辞职了 不是不是不是 小陆 那个是不是江总 反悔了 陆离 出来 哦 我等会儿再跟你们说 哦 这 气氛好像不对呀 我这早饭还没吃呢 要不咱们分了吧蛋糕 这这这 把它放冰箱里锁起 啥呀 过两天 夜子不过生日了吗 说不定能用 你太可口了 锁起来 锁起来 真可口 这么可口 为什么 你说哪件事 你为什么要答应我妈 这种荒唐的结婚要求 只是因为不想辞职吗 那你是不是牺牲也太大了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昨天晚上做的表格 上面有关于我们 年龄 职业 性格 血型 星座等 是否合适的相关分析 你这么喜欢做表格分析 我这不是公司面试 我也不是面试官 你可以仔细看看 我们相差六岁 年龄合适 你是狮子座 我是储女座 一土一火 一冻一镜 非常默契 我们都是计算机专业 从事的也都是相关工作 以后不会没有话题聊 说你的结论 我们的匹配值很高 匹配值很高就可以结婚呀 那你跟陈一鸣还很合适呢 对 你是因为他才来的公司 他只是我专业方面的偶像 说来说去 你是因为不想辞职 才动得歪脑筋 那这样 你去跟我妈说清楚 你拒绝结婚 我不辞退你了 OK吗 我看报道上说 因婆媳关系离婚 占比百分之四十五 我看阿姨很好相处 这也是我跟你结婚的主要原因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喜欢你就可以跟你结婚吗 当然不是了 喜欢我的人多了 难道我每个都娶回家吗 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 没有 我只是觉得现阶段 找一个跟你同等条件的人很难 所以 你不喜欢我 你要跟我结婚 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 陆琳 我不管 在你的考拉逻辑里面 是怎么理解 爱情 与婚姻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我看来 爱情 是不能用理性 去思考的 婚姻更不能 所以我不能答应你这场 荒唐的婚姻 希望你好好想清楚 对了 昨天我喝醉了 对不起 果然很难说服 爸 您怎么来了 叫姜总 姜总 您对我们公司 有什么想法 我在想 这整栋楼都是我免费 提供给你们的 我到底要不要收回呢 我知道了 是我妈派你来的 死心吧 我不会屈服的 据我所知 一城科技去年刚刚达到 收支平衡 如果想继续研发新游戏的话 那就继续需要 大笔资金的投入 如果说我现在就撤回 我的初始投资的话 那您就会面临 巨大的投资亏损 那有什么关系 大不了我再把整栋楼租出去 要不了几年就回本了 这点亏损对我来说 算是个事吗 爸 您忍心看我不幸福吗 我更不想看到我老婆 因为你而不幸福 那您忍心 看着我的婚姻 成为一场惨剧吗 有陆离这么好的女孩 嫁给你 我们全家都得烧高香了 你这不闹她 就不会酿成惨剧 爸 如果我跟我妈同事调水了 你会救谁 从小把你送去游泳 就是不想你长大以后 能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看来这游泳 真白血 我还是不是你们亲生的了 不是的话 谁管你结不结婚 所以如果我不结婚的话 你就要撤回投资 根据合同的约定 我是可以无条件 提前撤回投资 您如果这样的话 我的公司就会倒闭 爸 您怎么说应该念旧一下 这二十八年的父子情深吧 那我跟你妈 还是三十年的夫妻情深呢 有没有回旋的预定 当然有 所以我现在 就给你一个选择 但是你要记住 你一旦做出选择 你就必须要负责到底 明白吗 好好想一想 好好想想 敢跟我来吗 去哪儿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记得你孔高是吧 嗯 你不是想跟我结婚吗 我总要看看你的诚意啊 你为什么还这么说 行什么 你是不是看得太大了 你的诚意啊 你为什么要捏好 我需要它 你为什么要捏好 我还不咬呢 happy 我还不咬 找你 没有 你为什么要捏好 你 你不会是想让我 跳下去 这里是跳水馆 没什么事的 况且你还会游泳 还是说 你想放弃了 如果我跳下去 你就会感受到我的诚意了吗 也许吧 你也可以选择 不跳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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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别跳了 走吧 你现在刚收到我的诚意了吗 你赢了 我们结婚 你为什么突然答应结婚了 跟你的想法一样 好 不过我们要谈几个条件 才可以结婚 你说 第一 结婚一年以后 如果有其中一个人 想要离婚 另一个人 必须无条件答应 可以 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那第二条啊 必须 隐藏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在公司 不能让公司其他人知道 还有呢 你又答应了 第三 不许干涉对方的私事 并且要签婚前协议 而且呢 这个协议的内容 不能让双方的父母知道 好 我全都答应 为了公平起见 说一下你的要求 我想继续回到公司上班 就这样 就这样 没别的吧 拉钩 拉钩 这样才有仪式感啊 幼稚不辣 不辣 我看 我们去看看 我看 我看 跳 我和你每一句关心 两颗心慢慢靠近 每次敲击 白马都是喜欢你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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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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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恭喜啊 恭喜 谢谢 恭喜 恭喜 你每一句关心 两颗心慢慢靠近 每次敲击 白马都是喜欢你 你这么怕我 谢谢 谢谢 正领了吗 刚好 领好了 你看看 真不错 真不错 多般配的一对啊 怎么还叫阿姨呀 妈 正好 今天难得聚在一起 大家应该庆祝一下 我们一块吃个饭吧 蔡霞 你说呢 你看这安排吧 彤彤 快订酒店 爸 订酒店 好 我还要去公司处理点工作 今天是你结婚 就不能休息一天嘛 结婚也不能耽误工作呀 我正好要回家 收拾一下东西搬家 不如咱们改天再去吧 搬家 当然是搬到你家了 你们俩都结婚了 难道还分开来住吗 我 让你爸陪你去搬 好 不用 采霞 这件事 我们家玉成都能做的 玉成 你晚去一会儿公司 公司又不会关门倒闭 有道理 那我 我现在就去啊 来 走 等会儿 结婚这儿别忘了 谢谢 嫂子 吃糖 早生贵子 走走走 我 快吃了 如果我如果还没有 衣服 这个 我 Jacob 親家 這新郎新娘都不在的 下次吧 就是就是 那行 這個 這個拿著 恭喜 恭喜 同喜同喜 給街坊鄰居都發一發 好好好 謝謝 吃糖嗎 不吃 好甜啊 好 喂 陳總 介紹公司啊 不用了 我忘跟你說了 我還沒來得及跟你解釋呢 我不離職了 好 我明天再跟你解釋 謝謝陳總 看來就算你離開議程 陳一鳴也幫你找好了新的公司 這個偶像認得真值 陳總是看我突然被離職 怕我找不到工作 才給我介紹公司的 那你的意思是怪我了 我是說陳總人很好 那你怎麼不讓他給你搬家啊 哦對了 還有一點我要告訴你 到我家只許住客房 不許亂弄的東西 小氣罢了 小氣罢了 你怎麼這麼狠心啊 竟然悄無聲息地結婚啊 我昨晚跟你說過了呀 誰知道你來真的呀 我昨天還在睡覺呢 迷迷糊糊糊的 以為在做夢 你真的很狠心丟下我一個人啊 你真的很狠心丟下我一個人啊 嗯 你真的很狠心丟下我一個人啊 算了 你好不容易修成正過 我可不能拖你的後腿 你真的已經想好了 不後悔 嗯 你等等啊 登登 恭喜我的離正式步入已婚婦女的豪戀 唉 不好意思啊 我幫你收拾一下 小氣 嗯 以後你一個人在家 少吃點垃圾食品 晚上睡覺的時候 記得把門反鎖上 還有嬰嬰的貓樑 一定一定要按食位 知道嗎 我張怡辰這個情敵不共代替 她現在還不喜歡我 還不能算是你的情敵 不過我相信 只要我找到了正確的解碼方式 就能像攻克編碼障礙一樣 攻克她 離 索陽這段感情是你先開始的 但是你要切記啊 女人千萬不要太主動 就算你對她有十分的熱情 也只能表現出五分的 聽見了嗎 這個你放心 我有一顆理性的大腦 理性的大腦 我不理智起來才可怕呢 好了行了行了 不說了 我幫你收拾吧 一會兒我送你 她又不是老虎 我怕她做什麼呀 不就是家裡多個什麼嘛 有什麼呢 難道她今天沒搬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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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回來了 你怎麼穿成這樣 跟小學生一樣 這是我高中時候買的衣服 質量還挺好 就一直穿著了 你東西都搬完了 那客廳怎麼不開燈啊 不是你說 不讓我碰家裡任何東西的嗎 你要是這麼聽話的話 怎麼不乖乖離職呢 那個 早點休息啊 嗯 但她很難 你還沒搬 你還未必 你還沒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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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呀 我吵醒你了 现在都几点了 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都在收拾行李 没来得及吃饭 那你就不能动作轻一点嘛 知道了 你帮我个忙 那那拿过来 我煮了两碗 你要不要吃一点啊 我才不会吃这种垃圾食品呢 再说了 我也不饿 所以 你要吗 浪费是可耻的 你既然吃不完 那我就帮你吧 你是不是很喜欢吃青炒虾仁啊 你怎么知道 我之前看你吃饭的时候注意到的 早知道我就买虾了 你还打算搭配做饭 这是我们新婚第一餐 我希望吃点好吃的来纪念一下 你自己吃吧 我突然困了 你自己吃吧 记得吃完啊 早点睡 好的 好 一等 这是我们新婚第一餐 我希望吃点好吃的来纪念一下 浪费是可耻的 你既然吃不完 那我就帮你吧 晚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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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协议 这是根据咱们之前商定的 达成了几项定制的协议 我在后面呢 又补充了同居守则 在家不许大声喧哗 十一点后不许发出声音 不许养尖嘴类的动物 不许在家吃食物味道过重的东西 如果发生了矛盾呢 不许砸东西 不许打人 不许吹玻璃 不许发出 的大叫 家里的水电气费 一切开销 都有我来负责 但公平起见呢 所有的家务都需要你来做 客厅 厨房 洗手间 这些公共区域 不准穿太暴露的衣服 卧室属于私人领域 而私人领域呢 是最神圣且不可侵犯的 所以呢 如果有人犯规 要受到惩罚 什么惩罚 惩罚是什么 我还没有想好 等你犯规了再说吧 对了 再加一条 进洗手间 必须要购买 我能不能听一个要求 说 你已经负责所有的开销 我可不可以负责做饭 以后我们能不能一起吃饭 不行 我妈说过了 你根本不会做饭 我不能连吃饭这种事 还要委屈自己 如果你没有什么意义的话 那就 先走吧 好了 干杯 这个协议呢 只有一份放在我这里 你帮我拿到屋里去吧 哦 怎么了 你反悔了啊 你不是说 私人领域 神圣不可侵犯吗 你自己去放吧 你 我呢 就是想考验你一下 表现不错 继续绕吃 姜太太的第一天 开始了 你下车吧 那边就是公司 还有 在公司什么跟我说话 哦 陆里言 你终于来了 你昨天请假 我还以为你被江总禁止了 之前确实是差点被删了 不过我早就申请了数据恢复 昨天也是有点私事 哦 回来就好 不如这样吧 咱们今天晚上聚餐吧 庆祝陆里同学继续留在公司 好啊 咱们 咱们去吃火锅 或者鲜肉堡 我知道南天那边开了一家新的 口碑巨好 哎呀 咱们吃点清淡的 吃炒菜 哎呀 吃什么都行 我买单 哦 那都行 哎 我买单 你们不许抢啊 去 陆里 来来来来 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 那你们订吧 你先去 你买啊 谁买啊 你急着我 他们不买 反正人家不当买 回来的真是时候 喝杯咖啡 谢谢 好几天没喝了 还挺怀念这个味道的 你是怎么说服一程 改变主意的 我妈妈和姜总的妈妈 是高中同学 这么巧 我也是这两天才知道的 就像写程序写到一半 突然发现 还给自己留了个后门 不管什么原因 能留下来最好了 陈总 谢谢你一直以来这么帮我 今天我们聚餐 希望你能来 行 要是真的想谢谢我的话 亲自做一顿大餐给我 我不会做法 那 那我给你做早餐吧 早餐简单一点 早餐也可以 我等着 我等着 天哪呀 Ninux 要加吗 要离我而去了 老远 你这头发都有名字了 你能告诉我哪个是男的 哪个是女的吗 这个长的是男的 这个短的是女的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一定要珍惜啊 我也是三十多岁才开始掉头发的 小心 突如一夜春风来 一根一根都离开 Bug都改不完 哪还有时间管掉不掉头发 我说老远 你这就不要操心了 我家没有脱发遗传史 确实脑力劳动者比普通人更容易脱发 轻轻 轻轻 小陆 这就叫聪明绝顶对吧 老远 你把那个防脱发液的链接发我一下 也发我一个 都不打算吃饭是吗 走走走 吃饭 为了这个Bug我大伤缘气 我非得补充点能量不可 走小陆 走 走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那陆里我要不要给你带啊 不用 我已经点外卖了 行吧 走吧 走吧 拜拜 Linux 死脚啊 就这么走了 Linux 哎呀 你这顶着一头百家姓啊 厉害啊 江总 要不要一起吃午饭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在公司跟我保持距离被人看到了怎么办 若被人看到 就说我们俩在汇报工作呗 也对啊 以正常人的逻辑 都不会觉得咱们现在是夫妻关系 真莫名其妙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跟Bug一样 都是会莫名其妙发生的 饭你自己吃吧 这是附近口碑最好的外卖 不会委屈你的 我不需要 那我们石头剪刀布 如果我赢了 你以后就跟我一起吃饭 那要是你输了 以后就不再缠着我 我向程序组的F4们发誓 来 石头 剪刀布 我 他竟然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 我赢了 你真的赢了 来 快点吃饭吧 今天呢 就先将就一下 明天想要吃什么提前告诉我 或者有什么需求都行 说的跟你什么都能解决一样 这件事情跟编程一样 只要需求清晰 技术能够实现 服务器跟得上 就没有什么完成不了的 那我想看烟花 石区里不让放烟花 你看 我就说了吧 不要说大话 我得车 在旁边 陆离 你快点吧 老颜的车都在楼下等着呢 你们先走吧 她坐我车走 好 行 等一下 我马上就好 不着急 你慢慢来 好了 工作时间不认真工作 尽管这些胖们做的 行 愿土服输 那我就等你 一起吃饭吧 世界上很多事都跟bug一样 发生的莫名其妙 但只要你用心留意 就会发现 其实90%的事 都是有迹可循的 良苦用心 高高的你 有着幼稚的声音 很天真 很小气 小傻的我在你身边 有点约理 有点 不敢靠近 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 这样一天才会过的有意义 每个晚上等待你的吵囊 打破这夜晚的景气 哦 电话响起 心里祈祷会是你 只要你 声音响起 别想会挂着灿烂的笑意 你的话语 总是带着点志气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对不起 有时候你会有一点点任性 愁脾气 带着粗意 所以我只好就让着你 红着你 快快 越过天晴 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 这一天才会过的有意义 每个晚上等待你的吵囊 打破这夜晚的景气 这一首歌送给最爱的你 未来的路我们要一直走下去 哦 电话响起 心里祈祷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脸上会挂着灿烂的笑意 你的话语 总是带着点志气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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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